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农民营养师聊养生 在这个小河边呢,我发现了一个珍贵的野生植物 它叫什么名字呢? 它叫冬葵 别名有叫葵菜,冬寒菜,冬县菜,冬县菜,新菜,这一锦葵 朋友们,你的家乡有这种野菜吗? 冬葵呢,是锦葵科一年生草本植物 是一种古老的蔬菜 我国早在汉代以前呢,以栽培供蔬食 现在啊,多维野生,少有种植 花啊,很小,这种花很小 白色,小包片,三,披针形 叶子呢,这个圆形,长五到七裂或角裂 裂片,三角,状圆形 叶饼,瘦肉,长四到七里饼 大自然的蔬菜可谓是千奇百态 其口感亦有所不同 如生菜之脆,豆角之忍,钳子之软 但是对于古代鲜民来说 因为没有足够的动物油来辅助烹饪 一种名为华丽的口感就格外的被人们所中爱 这种口感的蔬菜主要集中在乐葵科和锦葵科植物当中 在古代代表者就是鲜民尝试的家常菜 冬葵 冬葵以幼苗或楞净叶共识,营养丰富 每百克楞净叶中含水分90克 蛋白质3.1克 脂肪0.5克 碳水化合物3.4克 钙315毫克 0.56毫克 铁2.2毫克 葫芦葡素8.98毫克 纤维素1.5克 尼克酸2毫克 维生素C55毫克 可以炒时做汤做成馅 柔滑美味 清香 老叶可晒干制粉与面粉一起来蒸食 也可以把它做成这个稀饭 做法的食 做法呢 就是带稀饭熬食啊 放进这个冬葵菜 在家里猪油或者是食盐 等煮熟好就咬起来 特别开胃 当然野菜虽好 我们要确认它的真实性方可使用 如果不确定 请让中药师帮其确定 那么具体病情呢 还需要咨询当地的医生 在医生的指导下运用 好了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过的朋友呢 记得关注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